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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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個性是比較樂觀 也比較積極 所以其實我們的病人 他們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向 有很多很多的因為行為而感染到這個病毒 所以他會感覺到他很不舒服 有一個標籤化的關係 這個疾病他有很多很多 他是全身性的 那他必須要有一個全身性的 一個照顧的專業知識 那同時也是 必須要了解病人他的身體心理 那最重要的是靈性還有社會 這是我們最需要要去建立的一些 要照顧的一些專業的知識 那我們在早期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病人 他不曉得應該要怎麼樣去好好吃藥 那吃藥的時候又怕被其他的病有看到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些巧思 然後我們就做了跟民間機構去合作 然後做了一個 一個小小很巧 很小巧的一個這個藥盒 讓病人他們能夠 不但可以有記起來說 他是不是今天有吃藥 那同時呢 他也不會因為這個藥殼 是一個透明的 然後他的藥就被其他的人發現 那他就可以有更好的服藥遵從性 那我們希望他可以把這個疾病病毒控制很好 不要把這個病毒傳播出去 其實我覺得個案管理師他做的工作 並不是只有疾病的照顧 他甚至是面對整個社會的協助也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我要做的工作 除了就是服藥啊 安全性行為啊 家庭啊社會啊 那甚至有他跟他的父母親之間的相處啊 或者是說他自己同志之間的身份啊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協助的啦 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要把我們這些 擁有的一些知識啊經驗啊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會希望有更多更多很棒的人 一起加入我們這個行列 我在這個短短的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然後待在安智彬哥和管理師 其實我覺得我除了 在照顧病人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啊 我不太會放棄自己 當然更不會去放棄病人啊 所以我會很樂意把我這隻手伸出來 那病人他有時候 他會把兩隻手抓緊緊的 甚至是擁抱我這樣子 我在過去覺得最特殊的地方是 很多病人都會送我那個小天使的一個雕像 讓我覺得很感動啊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謝謝他們對我的台 他們會覺得說 我就像天使一樣 就守護在他們的身邊 然後如果他們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就會趕快想盡辦法 擁有最好的資源 然後提供給他們 但是最終也是要教育他們 那這些過程當中 可能還會一直不斷地去面對一些倫理的議題啊 社會的爭議啊 還有一些醫藥方面 或是政治政策一些的規範 不過我們就盡量擔任一個協調者 橋樑的角色 然後讓各方面都可以獲得很好的圓滿的一個結果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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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